您最想关心的话题 显示了哪些讯息 而军机飞行的军事动作 透露中国提升哪些武器装备能力 而台湾又该如何来因应呢 我们今天节目中访问到 中央社驻北京记者林克伦 带第一手的采访观察 非常欢迎克伦您好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克伦 首先我们现在关注 有关中共军机这一两年 绕行台湾的次数相当的频密 显示台海情势有哪些讯息 中国大陆可能会释放出哪些讯号 第一个就是如果我们跟过去做对比的话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现在会很多 那过去为什么会很少 那过去当然是整个中国大陆 特别是我们讲说 它的海军跟空军好了 它的空军的飞机 其实过去都没有那么好 那从90年代开始 引进了这个苏凯27 然后又把它国产化 它又引进了一些所谓的 苏凯三尺这种新的战机进来 那也就是说 到了这个时间点 就是整个解放军空军的战力 它已经跟90年代完全不一样了 它已经大幅提升了 那再来我们看 这两年一直常常飞出来的 就是我们看到的轰炸机 那轰炸其实是你可以算它是一个古董的老战机了 它在60年代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了 那么只是说中国大陆它在制造所谓的军机的能力上 它还不够 可是它在长城轰炸的战略跟战术上 它又有这个需求 所以它只好翠而求其次 把原本最古老的这个轰炸 做一个现代化的改装 然后自行生产 所以我们讲说 一架战机 它要能够飞得远 它当然它的航程要够 我们现在来看 轰炸这样子出来 它刚好 我们现在一般看到的新闻就是说 它可能就是从在安徽中部的机场起飞 然后沿着巴士海峡 就是我们台湾的这个防空识别区的外围 然后再往北走 然后再从宫古海峡 然后再回去 那它为什么要这么走 第一个 这个航程刚刚好 因为轰炸的航程大概是3500公里 就加一趟油 那如果我们去推算的话 你走这个外围回去 大概是3000多公里 所以它其实第一个 它透过这个飞机 在做一个出海出岛链的一个演练 那这对解放军的飞行员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训练 克伦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过去中国大陆的空军 在这个战机方面的一些武器研发的技术 可能落后 那么显示在这个战力 或装备是提升了 不过刚刚有提到说 台海情势 他们不会有武力犯台的 这样子的一个动机吧 这个我们得来看就是说 现在大家在讨论这个议题 其实是有点太早了 怎么说呢 也就是说 今天你有好的武器 可是你还是要有人来操作 我们来想看看 过去中国大陆的空军飞行员 它是属于一个陆上的空军 那么飞行员在陆地上飞行的时候 它的安全感相对是会比较高的 因为你往下 你有所谓的地形地貌 山川河流可以当作坐标 好了 你的飞机如果出问题的话 你有很多机场马上可以迫降 那当你一出海的时候 其实整个我们讲说 海面是蓝色的 天空是蓝色的 其实再加上云层 其实你如果飞行员没有经验的话 其实你光那个坐标方位的判断 都很容易失准 所以早些年 解放军空军他们在做出海的训练的时候 因为他那时候还没有卫星 所以他导航怎么办呢 他派渔船 渔船会先去做一些地标的设定 对 这个渔船其实就到了那个定点 那你飞行员飞出海之后 看到了A渔船 看到了B渔船 那你就可以 大概知道自己的方位在哪边 那现在因为他有北斗卫星了 所以他导航就变得比较好了 所以对飞行员来讲 同样都飞一架战机 他第一个心理挑战就是 我的战机到底耐不耐用 高度高不高 这是很重要的 我只能说他飞出巴斯海峡 到了西太平洋 菲律宾海 如果出问题该怎么办 所以等于说他们在试飞做演训就对了 可以这么样来看 对 一个最初步的跨岛链 出海洋的一个训练 因为这是过去你在陆地上 飞行所遇不到的 是 柯伦您刚刚有谈到说 之前在陆地上做训练的话 如果说有一些状况的话 可能周边有一些机场 可以做紧急的一些迫降或处理 他们这个海上演训的话 万一有这样他们有没有一些 备员的一些方案呢 目前还是一样就是 他会有一些渔船 那他还会搭配像我们如果来看去年 11月开始的这几波 你看他还会搭配所谓他的军舰 那像在12月初的时候 有第28次的这个雅定湾护航舰队 三艘要出去 那所以他12月3号出去之后 他还可以往北绕了 从日的那个大鱼海峡通过 那他后来有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 就是在西太平洋这边 他除了做自己海军自己的训练之外 那么空军过来 做他的远海长航的训练的时候 如果出了问题 他的军舰上面有直升机嘛 他也可以进去救 所以他还是有 那现在大家关心的一个议题就是说 你海力那么大 那什么时候出问题 不知道那该怎么办 所以还是有一些挑战跟风险的 对没错 这样呢 如果就台湾民众的角度 就是说我们每次看到这个 中共军机扰台的这个讯息 国防部对国人的说法 就是说国军呢 我们都能够全程掌握 请国人放心啊 那么从这个部分来看 我们到底是不是能够 真的有全程掌握 这样子的一个动态呢 全程掌握这一块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台湾 其实我们讲最厉害的 就是在新竹热山上面 那个普鲁爪长藤预警雷达 它的征收范围 即使真的全功率开的话 它大概可以征收到 新章乌鲁木齐 所以你从这个距离 拉出一条半径的话 其实整个中国大陆 其实你可以说都覆盖在这里头了 那我们想想看 它主要是侦测所谓 我们讲说这种导弹的 那导弹的目标这么小 它都可以征收得到的话 那更何况是我们讲说 在安徽或者是湖北湖南 这一带半径以内 这些机场起飞的战机 飞行物基本上都是可以征收得到的 这一点其实基本上是 国人倒是不用担心的 就是每一架飞机 一起飞 那台湾的雷达一定都可以掌握 它从哪个机场起飞 它往哪个方向 所以上次我记得有台湾的这个夜雨的这种无线电阻 不是有接听到 就是我们的台湾的战机上去之后 跟这个解放军空军的战机一个对话的一个过程 那其实你就可以听得到说我们的空军 其实喊的其实就是说 哪一架战机你从哪一个方位过来 那请你离去 其实那个方位其实都掌握的 其实都是一清二楚的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中是连线访问中央社驻北京记者林克伦 针对中共军机近年绕台次数越来越频繁 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焦点 又显示出哪些讯息 在下段节目中 我们将继续请克伦帮我们进一步分析 就是中共军机在近年评出第一岛链做演讯 除了实行演讯之外 它还有哪些的战略思维 还有哪些需要关注面向 我们稍后回来 最敏锐的新闻嗅觉 延伸您的视野 让您听到最硬的两岸焦点 您先访问这次随段出发的阳光记者王伟廷 是的 今天在大陆福建平坦举办了一场两岸关系研讨会 对世界经济于亚洲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从政经寝室分析 两岸交流观察到新闻现场之籍 两岸ING有最多元的声音 多面向的观点 以及最专业的剖析 请收听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六点到七点 由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 王丽杰 韩启贤 制作主持的两岸ING 是阳光被帮打开了世界之窗 是阳光翅膀 环绕着地球飞翔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 两IG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连线中央社助北京记者林克伦 来针对中共军机近年召台次数频繁 同时飞行路线在去年底 也首次飞越了对马海峡到日本海进行演训 那么这代表哪些意义 那么台湾应该如何因应 我们紧接着要请克伦 来帮我们做进一步的解析 刚才你告诉我们 就是中国大陆最近空军飞行的路线 那么有到日本海进行的空军 这是一个初第一岛链的演训 到底中国大陆有哪些战略思维呢 第一个初第一岛链 我们刚刚提的是说 对于飞行员的一个训练 机理上的一个训练 那再来一个在战术上 或者战略上 也就是说 假设台海 或者是我们讲说 在所谓的北亚这边 超前半岛它如果发生战事的话 好的那么就第二岛链来讲 当然对美国最重要的就是 关岛这个基地 那我们从航程来算的话 后面去年12月这几次的 洪流这个轰炸机飞出去的时候 我们看到它机翼上都有挂一颗飞弹 就是长箭二十 它是一个长程的这种巡逆飞弹 那么它的射程其实大概是1500公里 所以从航程来算计 就是它的飞机 我们假设就是从安徽起飞 出了巴士海峡 它大概在飞个1700公里左右 它就发射这个飞弹 然后它的射程是1500公里 加起来是5.2 这个射程就刚好可以飞到关岛 也就是说在打仗的时候 现在所展现的就是说 如果你美军假设有一天 真的要介入台海战事的话 那我解放军的一个 共军的一个反击的方式 其实就是摧毁你的关岛 那我的武器就是这个 所以它现在展示的一个 我们讲说 你如果从武力嚇阻的一个 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它要表达的 其实是这一件事情 针对美国是不是秀肌肉 那当然我的轰炸机出去之后 你如果要从关岛派 所谓的航母往西走 其实你都会进入这个射程里头 意思就是美国你要小心 你要谨慎 是 克伦 另外这个中共去年底 中共军机进行远航训练 还有出动这个运巴远干 还有电针行机 克伦可不可以请帮我们做一下分析 它这个出这些的机型的话 主要的用意何在呢 应该说国军最关心的其实就是运巴 也就是它的远程干扰机 那个为什么会是运巴 就是因为那个拼音的关系 干扰的开头 因为数目是G嘛 那远干机其实它的作用 它是电子干扰电子挫战 针查机 电子针查机是指搜讯号 那为什么它要出来 我们脑筋浮出了一个 我们讲说这个机器领养的一个地图的话 你就可以发现到说 解放军更多其实现在都是从所谓的宫古海峡进出嘛 那么别忘了日本其实为了因应这一块它在最南边的那个 那个宇纳国岛岛上它也安装了长城的这个监视雷达 所以对日本来讲也就是说我的机队如果要从宫古海峡 潜出到第一岛链 那么我会遇到这些雷达的征收 所以它之前是派所谓的电子针查机 它要去接你这个雷达的信号 深吸你的参数 那么之后电子干扰机再出来 就是我已经掌握这些参数 那我要试看看是不是我有办法进行干扰 那干扰的结果如果成功的话 就是跟我们看电影一样 你那个雷达萤幕上原本有几个光点 被它一干扰之后就整个糊掉了 整个都看不到了 那你看不到你的防空飞弹也打不到嘛 自己的战机也不知道敌方的战机在哪里 所以你派自己的战机上去空中拦解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它的范围在哪里 所以这就是一个 我们想说现在的一个作战最重要的就是 要先去搜你敌方的这种雷达参数 知道你的性能到哪里 那我真正作战的时候 我才有办法做一个干扰 是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出 中国大陆在这个现代战力是有所提升 当然对于中国大陆军事动作 就台湾的相关的讯息报道 还有相关的政府部门都会做出一定程度反应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看 就是说那么中国大陆对于他们这些军事动作 媒体有报道吗 还有中国大陆网民又如何来关注下 这方面这些报道或讯息呢 其实过去这两年 中国大陆的媒体对于所谓的解放军的报道 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 大的一个背景 当然就是我们讲说所谓的中国崛起 中国国力上升 好了那也带动了它整个国防 或者是军事力量的一个崛起 那这背后当然是有一个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一个因素 所以大陆的网民 过去这几年确实对大陆解放军的军力都非常关心 好了那么在媒体的报道上就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关心那我只要有一个对象 我到底能够打赢谁 所以我们现在会常常看到 当然中日摩擦比较多 那特别是每次解放军的军机通过公公海峡 日本的军机也会上来燃铁 所以在这块的报道其实就非常多 那现在就是台湾这边 我们国军也加进来了 那么你如果从报道来看的话 你就会发现到说 其实有很多更多的其实都是在宣传 解放军其实是非常厉害 非常勇猛的 也就是如果真的要开打的话 这个小日本鬼子就一定被打得起把揽 那台湾当然就肯定就武力解放了 所以它基本上的一个论调其实都是在这边 那从新式的武器来看 你可以发现像去年就大家在谈所谓的三个二十 前几年就大陆号称可以跟美国F22相比拟的 这种所谓的第五代引擎战机 歼20出来了 大家就觉得我自己有能力做出跟美国性能一样的一个战机 那像还有个运20就是运输机 要做所谓的重型长城军用运输机其实是很难的 那像我自己也有了 那前阵子还有一个所谓的这一个B20 就是外形看起来跟美国的这个B20轰炸机非常像的 所以大家也在说 哇我现在又有能力做这种跟美国性能一样的这种 所谓的隐身隐形的这种轰炸机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 大陆的媒体其实也不断的在鼓吹这个 那当然这种新闻有人看啦 所以大陆媒体来讲 他现在也有一个知富盈亏的一个压力 所以他要吸引眼球 所以他也一直在报道这个 那么背后当然还有一些大陆所谓的这种自媒体 像我如果记得我被公司炒鱿鱼了 我干脆出来搞个自媒体 在微信上专门写这种文章 有点洒狗血的鼓吹的 那有人点来看那我可以要广告 那我可以自己养我自己 所以我们看整个这一两年来大陆 他媒体在一直对于这种军事的部分 他有很多比较热血的这种报道 从媒体的角度来讲 他其实有一个媒体侦态的一个环境 那再来一个就是大陆的网民有这种需求 他也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强盛 但是我们回头来看 解放军本身的报道 解放军自己也有一个报纸叫解放军报 他们在报道这些新闻的时候相对保守 因为自己是军人 所以自己最知道自己的实力到达哪里 那当然就一个军方的一个官方媒体来讲 他也怕他自己过度渲染自己会烙人口实 所以其实我自己的看法反而会觉得说 就大陆媒体的报道来看 你会觉得好像解放军现在很强 可是如果我们从一个军事专业的角度来讲 其实解放军自己也很清楚自己的能力在哪里 他其实还只是在一个初阶训练的一个阶段 他与所谓的成熟还很长 非常谢谢克伦的观察跟解析 那最后请教克伦 你怎么样观察 未来这个中共军机 他未来远航这种训练 这个次数在今年开始之后会更为频繁 还有我们台湾特别需要关注哪些的面向呢 对解放军来讲 当然从今年开始他一定会更加频繁 那么他的出动的机种可能会更多 那现在基本上是空军练自己的 海军练自己的 未来所谓的海空协同也会更多 因为他必须要成长 那这是我们台湾没有办法回避的 但是我的看法其实就在于说 国人第一个对这个 其实就保持一个正常的一个心态 就不要被这件事情 好像解放军真的要把台湾怎样了 因为现在他还是在一个训练 自己的一个阶段 那别忘了 大陆常讲他的航母很厉害 航舰很厉害 可是台湾也是一艘很大的航舰 我们上面有好几百架飞机 而且他的一个航舰 我们讲说往北 从台湾本岛往北到所谓的钓鱼台海域 巴士海峡 其实都在台湾的空军的一个控制范围里头 那我们也有很多反舰飞弹 我们有很多反空飞弹 所以成品我们讲平坦的时候训练 我就让他去做训练 那我们该应的当然要有一些 预案一些方案 那最不幸的就是 如果有一天真的是开战了 那么到底谁输谁赢 其实我的看法反而会觉得 这个其实大家还都是一个保留的一个态度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中央社主北京记者林克伦 针对中共军机近年平平找台所显示的一些讯息 还有对领岸跟区域警示带了哪些影响 那么提供你第一手的采访观察 非常谢谢克伦 谢谢 谢谢克伦 谢谢